妻子陪男闺蜜去宾馆激情那天 我留在离婚协议书离开 临走前 我在他们朋友圈的合照下留言 祝你们早生贵子 我给你们腾位置 下一秒 妻子打来电话胡显招 阿明都得了癌症 我满足下她的愿望怎么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 我冷笑回复 所以离婚书赶紧签了 你赶紧换个不自私的丈夫 可她立刻急了 妻子柳如烟的定房信息发到我手机上时 得知她是和她的男闺蜜赵承明激情时 我的心彻底死了 看着朋友圈那张恩爱甜蜜的合照 我决定和柳如烟离婚 虽然是决定 但我心里还是抱着一丝期望 期望柳如烟会悔悟 可我等着等着 直到亲眼看到他们相拥着进宾馆 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 连房门都没关严实 我终于绝望 将离婚协议书放在房间门口 转身离开 临走前 我听着房间里暧昧的声音 又看着朋友圈那张合照 心如刀割 想了想 我在他们朋友圈的合照下留言 祝你们早生贵子 我给你们腾位置 下一秒 房间里暧昧的声音停下来了 我的手机响起来了 我接通电话 听到柳如烟愤怒的声音 你是什么意思 在玷污我和阿明这么纯洁的友谊 你心真脏 看啥都脏 我好笑地问你和赵承明的友谊是纯洁的 那你在干什么 纯洁的友谊需要去激情证明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回 随后柳如烟理直气壮地开口 你能不能别斤斤计较 我只是不想给阿明留下一哈而已 我都已经嫁给你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胡显昭 你怎么那么封建 他的语气里满是责备 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可明明错的是他 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但是他们冠上友谊的名头 变得如此的正常 别侮辱友谊了 我深吸口气 死死地捏紧拳头 我以为我说离婚 他会挽留我 可他一开口就是责备 和柳如烟相恋三年 结婚五年 一共八年 这八年 我一直追在他身后 事是以他为先 可在他心里 我什么都不舍 他在乎的人永远是赵承宁 我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柳如烟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我们离婚吧 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不屑地开口好啊胡显昭 你想拿离婚威胁我 那就离婚好了 我不吃这套 不过是一个客父客母的废物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成人了 你别后悔 就算以后你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你 阿明都得了癌症 他最后的愿望就是拥有我 我满足下他的愿望怎么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 你真自私啊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自私的丈夫 我心口猛地一疼 呼吸也变得急促 柳如烟的话就像是一把钝刀子 一刀一刀地凌持着我的心 他知道怎么伤我最深 所以他能轻而易举地让我溃败 我深吸口气 努力地平复心情 所以离婚书赶紧签了 你赶紧换个不自私的账目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手机界面还停在柳如烟的朋友圈上 他一丝不挂地和赵承明贴在一起 脸上的潮红还未退去 他说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而房间里赵承明假惺惺地开口算了 我不想让你难做 柳如烟满不在乎地说不用管他 他就是一条狗 回头丢两根骨头就回来冲我摇尾巴 我们继续 我不想让你留意涵 说完 暧昧的声音又响起 越来越大声 我和柳如烟是大学同学 他是音乐系的戏话 高洁美丽 而我只是恶鬼 是地狱里的黑泥 所有人都对我逼之不及 我们在一次晚会上相识 所有人被地理骂我 嚼我舌根的时候 柳如烟出来替我说话 周围同学都好心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实 他们说我是个克星 小时候发烧 父母在带我去医院看病的路上出了车祸 当场离世 年迈的外婆过来照顾我 可没过两年 他被查出癌症 后来 外婆也去世了 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只有一些虚伪的亲戚 他们对父母留下来的家常虎视眈眈 我只能逼着自己成长 逼着自己心狠手辣 面对那些阴谋诡计 年仅十岁的我凭着一股蛮力 硬生生地把他们的血肉撕下来 在我被绑架得救后 我让人把绑架我的人带到我面前 生生砍下他们的手脚 他们痛得要死 还要斥责我很毒 从那之后 所有人都拒我怕我 他们觉得我是一条毒蛇 我也不管他们 我遗传我爸的经商天赋 年纪虽小 但我观察力很敏锐 一开始还有人轻视我 可在我这里碰壁后 只能认输 我自己一个人孤独又寂寞地活着 直到遇见柳如烟 他就像一个小天使 给我阴暗的生活添了点温暖 他听着那些无言晦语 很愤怒 眼里全是火有本事 你们去他面前说呀 在背后说人算什么本事 况且他也不容易 这么小的年纪 你们像他那么大的时候 只会留着鼻涕叫妈妈吧 那一瞬间 我被这个女孩吸引住了 多年的警惕 让我认为柳如烟是故意这么说的 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力 我派人调查了柳如烟 发现他竟然是当年我被绑架 就我的那个小女孩 那年我被绑架 是一个小女孩发现了 他虽然很害怕 但还是偷偷前进来 把我的绳子解了 又带我溜出去 我永远记得 他拉着我的手拼命奔跑 我们的心都跳得很快 只是后来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得知柳如烟是当年那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他 他就是我昏暗生活里唯一的一束光 为了将这束光留下来 我对柳如烟进行疯狂的追求 可听着那些闲言碎语 我又犹豫了 我是地狱里的恶鬼 他这样美好阳光 我觉得我不配 可柳如烟竟然主动拉着我的手 跟我表白 说他愿意一辈子陪着我 治愈我的伤 我开心极了 恨不得把全世界都捧给他 见他因为他的男闺蜜赵成明 欠高利贷而忧愁的时候 我大手一挥 帮他把那笔巨款还了 虽然我很妒忌赵成明 跟他那么要好的关系 但柳如烟跟我说 他们只是好朋友 我便忍下那点不快 柳如烟是我的天使 我不想折断他的语意 可看着他们这么默契的关系 我开始患得患失 可我一直在心里安慰自己 赵成明是柳如烟的男闺蜜 他们只是关系好 他们的友谊是纯洁的 我不该妒忌 只要柳如烟还在我身边 这一切都没关系 直到柳如烟和赵成明发生关系 我再也没办法自我欺骗 我并不在乎柳如烟是不是第一次 我认为女孩子的真结并不在那里 可是 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还要和赵成明发生关系 他们不是最纯洁的朋友关系吗 他们怎么能够躺在床上 发生关系的 我和柳如烟离婚的事情 被柳如烟爸妈知晓 他们怒气冲冲的来找我讨要说法 二老上门二话没说就开始指责我 我们家小如跟了你这么多年 都结婚了 你现在说离婚就离婚了 胡显招 我告诉你 你娶我们小如 是你高攀了 如果当初要不是小如 你早就死了 自从柳如烟的爸妈知道当初我被绑架 是柳如烟救了我后 天天拿着这个救命之恩在我面前晃悠 要么是要钱 要么是让我给他们的各种亲切安排工作 我深爱柳如烟 所以忍着他们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可现在 我不想忍啊 我愤怒地将柳如烟和赵成明的照片 丢在了两人面前 你们自己看看 这就是你们的好女儿干出来的好事 我胡显招还不至于什么破血都要 二老健壮 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像吃了什么脏东西般难看 柳如烟妈妈耿着脖子开口那又怎样 睡一觉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至于怎么斤斤计较吗 他爸健壮赶紧附和就是 大青都亡了几百年了 怎么还有你这么封建的人 不过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而已 我被他们的言论气笑了 我倒要看看这一大家子还能多不要脸 我冷笑一声好啊 那你们去也去找个可以上床的朋友 柳如烟爸妈一口同声说不可能 伤风败俗 看到我果然如此的眼神 柳如烟爸爸脸色有些难看 他等着我大吼你在挑拨我们什么 我跟你妈感情那么好 你不如想想如何把小如哄回来 我只是冷笑 对柳如烟失望后 对着这两张老脸 我也不想给面子了 我吩咐保镖把他们都丢出去 看着人高马大的保镖 柳如烟爸妈慌了 连忙说到胡显招 你疯了吗 我是你爸妈 他们甚至想扑上来拉着我的手 保镖眼疾手快将他们摁在地上 他们一边在地上扭曲着身子 一边骂我不笑 我冷笑着开口我爸妈早死了 你算哪门子的爸妈 柳如烟的爸妈脸色瞬间就黑了你什么意思 我们家小如已经嫁给你了 我们不就是你爸妈 我叹了口气你们还看不清情况呢 我连柳如烟都不要了 别说你们这个半路来的爸妈了 听见我这话 柳如烟爸妈明显有些慌了 这些年他们靠着我 捞了很多钱 又被其他人捧着 他们早就飘了 我不想再看他们虚伪的脸 我不想当那个冤大头 但想到他们贤贫爱富的性子 我思考了一下 故作为难的开口柳如烟那个男闺蜜 柳如烟爸爸打断我的话 他真不是东西 竟然敢这么诱拐有夫之妇 你放心 我们只认你这个女婿 我脸上泛起忧愁 我意外得知赵承明 是一个隐居世家的子弟 他的家族让他低调行事 过阵子他大概就要回去继承家业了 我没用 没法和赵承明对抗 但既然您这么认同我 我就算拼尽全力 也要把柳如烟抢回来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爸妈瞬间变了脸色 他们对视一眼算了算了 我们也不想让你受伤 既然他们情投意合 那就算了 我内心狂喜 面上却是十分不舍可 我是真心爱着柳如烟的 您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了行了 如如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说完他们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我朝着他们的背影 十分愉悦地勾起了嘴角 好戏还在后面呢 得知这件事的柳如烟 疯疯火火地杀到了我家 他刚进门就对着我一顿 谩骂胡显招 你是不是疯了 你竟然真的敢和我离婚 你真是能耐了 你忘了自己曾经是怎么 第三下四地追求我了 就这么点小事 你就要和我离婚 难道你这么多年就没有犯错吗 说着他就开始疯狂地砸东西 我给助理个眼色 助理连忙掏出笔记本记下掌 而柳如烟还在对我疯狂输出 我都说了 阿明得了绝症 我不想让他留下遗憾 你竟然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爸妈 你可真是好样的 助理听着柳如烟的话 整个人都惊呆了 我站在客厅 静静地看着他发疯 眼前的女人和那天 就我与水火的小女孩天差地别 他让我觉得很陌生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不是 那个温温柔柔的女孩子 他疯癫的样子 口中那些话 和当初那些人有什么区别 我三两步走上前 毫不留情地从柳如烟的手里 夺过花瓶你闹够了吗 许是从未见我对他这么凶 柳如烟竟然愣住了 我深吸了口气柳如烟 我以前是真心喜欢你 我以为你也喜欢我 可是我喜欢你 并不代表我可以容忍 你和别的男人上床 你当我是傻子吗 柳如烟看着我 满脸的不耐烦我说了 那只是不想给阿明留下遗憾 你能不能别再揪着这件事不放 我叹了口气 浑身疲惫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自己比我清楚 有些事我不想计较那么多 我希望你见好就收 别最后闹得大家都不好收场 柳如烟给了我一巴掌 你真是封建 我瞬间无话可说 可我现在终于明白 他心里只有赵承明 现在的我 只是他和赵承明之间的阻碍 思绪被拉回 我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突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我早就应该知道的 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得到那么美好的感情了 柳如烟离婚吧 这对你对我都好 你也知道我的手段的 别逼我对你动手 柳如烟听见我的话 冷笑着看向我好 你这个白眼狼 早知道我就不该救你 你就该死 哪怕对柳如烟绝望了 我听到这话 还是很心痛 我并没有给柳如烟什么财产 柳如烟本来在跟我闹 认为我应该净身出户 可他和他爸妈谈过后 立马签了离婚协议 迫不及待地和我领了证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我也不想理会 一心投入事业中 对他的事情也不伤心了 直到他和赵承明 确定关系的那一天 他约我到咖啡馆 满面春风地向我炫耀 他现在的生活 我对他的生活不感兴趣 可我想看他爬到最高的地方 这样他摔下来的时候 我才能有对比 于是我和他约在一家 咖啡馆里见面 我刚到那就看见 一身名牌的柳如烟 看到这身名牌 我叹了一口气 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连真假都分不清 见我过来 他得意地朝我笑笑 我无视他的笑容 静止坐在他对面 见我坐下 他拿起勺子 漫不经心搅动着 杯子里的咖啡狐显照 幸好和你离婚了 我和阿明在一起了 等他历练结束 我可就成为赵家的少夫人了 他抬起眼 十分不屑地看着我怎么样 你后悔了吗 我并不想看他这副 小人得知的嘴脸 于是开口问道 你不是只是和赵承明是朋友 怎么就在一起了 还是你们早就暗中搞到一起了 既然这样 当初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 这个问题 是我一直很想问柳如烟的 如今终于问出口了 柳如烟听见我的话 气得脸色发白 他伸出手就想伤我耳光 可他的手还没到我面前 就被我死死捏住 他一边挣脱 一边骂到胡显招 你个王八蛋 你赶紧放开我 我狠狠甩开他的手 强忍着打人的冲动 说吧 到底为什么 见我这样柳如烟突然就笑了哈 胡显招 你还真是蠢啊 当初和你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阿明欠了高利贷 不然我怎么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哪敢跟你在一起 我怕你把我克死了 我愤怒地看着他 随后淡淡一笑 你现在不也没有死 柳如烟听见这话 将手里的咖啡杯重重放下 咖啡飞溅 弄脏了我的袖口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满脸的不屑我福大命大 我无语了 看着柳如烟 我不想说什么话 我就等着看他摔倒的样子了 见我离开 柳如烟得意地笑了 我无数次地怀疑 我是怎么爱上这么一个女人的 她伪装得这么好 连我都骗过了 我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让她去调查赵成明 我的直觉告诉我 赵成明有问题 我走出咖啡厅 并没有立马离开 而是站在一个不明显的地方 等着柳如烟出来 很快 一辆宝马开到咖啡厅门口 柳如烟也走了出来 宝马里的人也走下来 是赵成明 他抱住柳如烟 两个人在咖啡厅门口声吻 然后一脸春风得意地上车 没过多久 柳如烟给我发消息说胡显招 我怀孕了 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助理调查的结果也得出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这份结果 没收到消息的柳如烟 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 我本不想接这个电话 可是想了想 还是接了 刚接通 柳如烟便不满地开口 怎么这么久才接 他的语气发亮 声音轻快 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没有变 我还是和柳如烟好好的在一起 我们还是那对恩爱的夫妻 想到这 我苦笑了一下 听到我的苦笑 柳如烟得意地说给你一个好消息 也是成全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 以后可别纠缠我了 我只觉得好笑 和柳如烟离婚后 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一直是他联系我 跟我炫耀 我没有说什么 只是问他什么好消息 柳如烟说阿明不是得了癌症了吗 需要肾 我给你们做过配性 你的肾合是他 你把肾给阿明吧 我愣住了 有些不可置信 柳如烟又一次地刷新了我对他的认知 原来一个人的脸皮能够厚到这种程度 我没有说话 柳如烟不耐烟地说你有没有在听我的话 我张了张嘴 却发现声音哑的厉害为什么 柳如烟生气地说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阿明是大家族的公子 他很快就能回去继承家业了 我让你捐这个盛世为你好 他家族那些人看到你做到这个份上 也不会过于为难你 我们有过婚姻 阿明心里不舒服 你救了他 他怎么也不会对你出手的 听着柳如烟给我的分析 我心里只想笑 当初我随口说的话 竟然成为了柳如烟拿来向我索取的理由 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 一边打开助理调查的结果 看着看着 我脸上不由露出大大的笑容 而柳如烟还在劝我 我不耐烦地打断柳如烟的话 我不乐意 我不愿意 柳如烟愣愣住了 发出尖叫 我也没有理会 看着上面的调查结果 很想告诉柳如烟 他心心念念的阿明 是个骗子 他早就结婚了 赵承明得癌症是假的 他又欠钱了 早上柳如烟不过是想让我给还了 好清清白白地成为别人的老公 是的 赵承明结婚了 不过是隐婚 嫁了一个王家大小姐 大小姐身体不好 我和柳如烟离婚后 他想让我帮忙还钱的希望破损 于是赵承明便自动请英 为大小姐解决烦恼 他想要和柳如烟有个孩子 不过是为了让这个孩子 成为大小姐专属的人体供养 而我的无心之语 让他为自己的窘迫有了理由 不过这些 我没必要和柳如烟说了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听我没说话 愤怒地说 那你就等着赵家的报复吧 我给你机会了 以后别跪在我面前 求我给你一条生路 五个月后 我在商场再次撞见了柳如烟 他进了一个母婴店 在里面挑挑剪剪 我看着他的背影 一时间不知做何感受 或许 我应该恭喜他心想事成的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听见了他和导购的对话 我随着他的话转身望去 他比五个月前比起来憔悴了 许是孕激素的影响 他向来保养得当的脸上 冒出了大大小小的痘痘 他的肚子搞搞涌起 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 身材已经完全走形 我有些诧异 为了肚子里的那个人体攻击 王家再怎么也不会不管他呀 怎么他现在的样子 并没有因为怀孕过得更好 正当我疑惑之急 赵承明满脸不悦地走了进来 见赵承明过来 柳如烟的脸上 顿时挂上讨好的笑容 他扶着肚子 殷切地走向赵承明阿明 你怎么来了 说着就要上去挽着赵承明的手 却被赵承明不着痕迹地躲开了 我看着这一幕 不免有些好笑 当初费尽心机地想要嫁给赵承明 可如今呢 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柳如烟见赵承明躲开 只能善善收手 尴尬地站在旁边 赵承明连一个眼神都不想给他 皱着眉开口我不是说了 让你这几天不要出来瞎晃悠 你是听不懂吗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慌乱阿明 我没有瞎晃悠 赵承明打断他的话 眼里闪过一丝厌恶行了行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现在赶紧和我回去 说完 也不管周围人的目光 硬拉着柳如烟离开了 见他们离开 我不由得勾起了嘴角好戏开场了 赵承明之所以这么担心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 无非就是他的老婆需要这肚子里的孩子 王家大小姐命金贵 也挑剔 不想和人分享 所以才有了这个孩子 可这个孩子可是赵承明出轨的证据 据说这位千金刁蛮跋扈 最见不得别人抢他的东西 赵承明何尝不了解王家大小姐的性子 他做事全凭喜怒 况且为了在柳如烟面前装 他又欠下一笔债 他指望这个孩子出生后 卖给王家大小姐 然后把这些债还清楚 到时候可又是一出好戏 各大财经新闻都在报道王家千金回国的消息 而我此刻正在收拾行李 打算随时离开 忙了这么久 也要出去玩玩散散心了 和柳如烟离婚后 我谈了一笔生意 那家公司的老总很欣赏我 有意识地撮合我和他妹妹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可相处下来 渐渐发现他妹妹人还挺好的 不知不觉 我就喜欢上了这个温柔体贴的女孩 我想着 等我的生意再做大一些 就和他确认关系 找上了门 他找来的时候 我和姜亭正准备将行李装车 见我在搬东西 柳如烟猛地拦在我面前胡显招 你在干什么 我语气平常地回答他搬家 这个房子我卖了 可柳如烟却像是得了失心风似的 死死拉着我 你凭什么搬家 你要去呢 我不准你搬家 见他抓着我 我的心里莫名地烦躁 想要推开他 可顾及他肚子里的孩子 只能站在原地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姜亭过来了 他皱着眉看着柳如烟 抓着我的手 随后对着柳如烟 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 这位女士 您现在抓着的是我男朋友的手 姜亭的语气依旧温柔大方 可柳如烟却慌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他说什么 你是他男朋友 他愤怒地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伤心 却好像 我是抛弃弃子的渣男 我同意你找女朋友了吗 你凭什么背着我找女朋友 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说完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后退了几步我就说 你怎么可能舍得和我离婚 原来是早就在外面有人了 难怪 他抬起星红的眼睛 死死地看着我你和我离婚 就是为了你的小三把 我上前一步将姜亭护在身后 你有病吧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交不交女朋友都和你没关系 还有 我和姜亭是在离婚后才认识的 如果你继续污蔑姜亭 就别怪我无情 最后 你要是有病就去医院看 别在我面前发疯 就在我拉着姜亭的手 准备离开 柳如烟再次伸手挡住了我的屈辱 这次 他看向我的眼神中多了丝祈求 你别走好不好 王家那个千金他根本就不是人 赵承明也不是人 他们竟然要抢走我肚子里的孩子 想让他成为王家千金的专属攻击 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求求你 救救我好不好 我略带戏谑地看着柳如烟哦 我救你 我一个克星 何德何能能救你啊 柳如烟见我这样 连连向我道歉显招 我错了 我为我之前的行为向你道歉 只要你能帮我 认为我对他还有感情 于是他柳如烟朝江亭露出一抹胜利的微笑 然后连忙开口很简单 只要你公开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我和你是未婚夫妻 这件事 没等他说完 我就冷笑出声柳如烟 你想的挺美啊 想利用我保住这个孩子 日后利用这个孩子和王家要好处 柳如烟支支吾吾只要你同意 我以后一定好好和你过日子 我们一家三口 我猛地打断他的话柳如烟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蠢到上赶着戴绿帽子 又凭什么认为我会要你这个破解 柳如烟 我之前对你好脾气 是不是让你觉得我很蠢 许是我的话吓到他了 又或者是他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柳如烟呆呆呆地站在原地 好久都没反应过来 我拉着姜亭 绕过柳如烟静止离开 我以为这一切都会到此为止 可我还是低估了柳如烟的脸皮 他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竟然对外说孩子是我的 他在社交账号上发文卖惨 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找到我的账号 他们在我的账号下肆意辱骂 甚至将我的过去扒出来 说我就是个灾心 和我接触的人都不得好死 为此 他们还纷纷劝柳如烟 尽早摆脱我这个扫把心 而柳如烟则是一副违情所伤的样子 说不管我变成什么样 只要愿意回头 他会一直等我 我再次被他的演技折服 一时间 他成了勇敢善良的单身妈妈 我则是那个抛弃弃子的人渣 不少人找到我的家庭住址 堵在我家门口 让我出来给柳如烟一个交代 可我提前搬走了 他们堵不到人 就开始堵着我的公司 我看着楼下群情激愤的群众 反手报了警 警察来得很快 不愚会就将人群散去了 柳如烟趁着这个机会开启了直播 一时间赚得盆满钵满 我见事情发展得差不多了 将我和柳如烟父母的对话录音 以及我调查的真相公布了出来 录音清晰地录到了柳如烟 在结婚前一晚和别人出去激情的事情 也将柳如烟和柳如烟父母 以及赵承明夫妻那副吃相难看的嘴脸 公布出来 一时间 舆论有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柳如烟急了 他说我的录音是伪造的 可并没有多少人买账 于是他请出了柳如烟父母亲自澄清 王家也出面了 好不容易稳定了局面 大家对柳如烟的疑虑刚消除 我又将那天在咖啡店的监控和录音公布了出来 画面里 柳如烟的声音清晰传来 胡显钊 幸好和你离婚了 我和阿明在一起了 等他历练结束 不过是因为阿明欠了高利贷 不然我怎么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哪敢跟你在一起 我怕你把我客死了 这段录音一出 舆论彻底翻转 以前我被骂得有多难听 现在都原封不动地反噬在了柳如烟身上 为了防止他再次作妖 我将录音和其他证据都交给了警察 控告柳如烟污蔑我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与此同时 那些骂我最厉害的营销号也受到了我的律师喊 他们纷纷来找我求和解 可我都没同意 警察很快传唤了柳如烟 可爱与柳如烟是孕妇 又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 警察也不好拿他怎样 只能关几天就放回来了 我对此倒是没什么意见 毕竟我的母的也不是为了让他坐牢 我只是想坐视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赵承明的 剩下的事情自然有人去做 倒是那些营销号都面临封号赔偿 甚至是蹲大牢的惩罚 姜亭见柳如烟并没有得到什么惩罚 在我面前不满地嘟囔着 凭什么就关了他几天 怀孕了不起啊 我笑着刮了刮他的鼻子好了 我本来也没想让他坐牢 姜亭见我这么说 不满地拍开我的手 你是不是还忘不了他 所以舍不得他坐牢 我有些好笑地看向眼前的女孩瞎说什么呢 他都那么对我 我要还是放不下他 那就真有病了 姜亭见我这么说 扑子一声月了等着吧 会有人收拾他的 我们只需要静静地看着 不出我所料 王家千金之道闹成这个地步后 竟然气急败坏晕了过去 王家上门抓住柳如烟 把柳如烟关起来 是王家千金的命 王家一定会护着他 可他太高估自己了 不过是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 只要王家想 有的是人怨一生 只能说柳如烟自己喘 但凡他不将这件事闹到台面上 王家都不可能对他赶尽杀绝 哪怕王家容不下他们母子 可为了看在柳如烟 为王家千金生下这个独有的攻击的面子上 也不会做得太过 毕竟这种事只要藏着 就能够糊弄下去 但闹出来了 王家吃人血馒头被摆在公众面前 王家正好有个公司要上市 这么一闹 不仅不能上市 还面临国家的调查 王家肯定是不能容忍赵成明 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孩子 但为了王家千金 他们忍了 可当这个野种影响了自己的公司 他们只能舍弃柳如烟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可柳如烟怎么可能乖乖地将孩子打掉呢 他还指望这个孩子能从王家那捞一笔钱 所以柳如烟连夜收拾东西跑了 可还没等他出事 就被王家的人强行拉去将孩子打了 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内心除了对李婉感到唏嘘外 没有任何波澜 我和姜婷求婚那天 正好是赵成明和王家千金的成亲柳如烟的事情 各家媒体都在现场直播这场记者会 为是所有的大屏幕上都统一播放着记者会上的场景 我将姜婷搂在怀里 心里却想着怎么规划我们的婚礼 等我和姜婷结婚 我也要给她一个盛大的婚礼 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 就在我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中时 远处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面黄肌瘦的风女人 她满眼心红 发了风势地冲向台上的王家千金 嘴里不断地咒骂着 王娇娇 你这个贱人 你杀了我儿子 我要你偿命 婚礼现场顿时一团糟 保镖健壮立马跑过去护着王家千金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柳如烟手里的水果刀距离王家千金不过十几厘米 在场的宾客都被这一幕吓呆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去护着王家千金 柳如烟拿着水果刀直直地刺向王家千金的小腹 千钧一发之际 赵成明护在了王家千金的面前 柳如烟手里的水果刀刺向了赵成明 直到赵成明倒下 大家才反应过来 纷纷朝赵成明跑去 这场记者会在短短几十秒内变成了凶案现场 大家报警了报警 叫救护车的叫救护车 只有柳如烟呆呆地站在原地 满脸痛苦地看向倒在血泊中的赵成明 他手里的水果刀掉在地上 整个人像湿了魂斑囊囊 为什么 为什么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 不是的 而这时王家千金也反应过来了 他指着柳如烟对保镖喊道愣着干嘛 快将他控制住 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快呀 随后转头看向正在现场直播的媒体把直播给我关了 立刻 今天的事情 谁敢泄露出去就别怪我不客气 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和怀里的姜亭面面相去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姜亭心有余悸看着我 天啊 这也太疯狂了吧 还好你们离婚了 我温柔地拍拍他的后背没事 都过去了 这件事很快就被报道出来 即使王家有意压低舆论 可这件事的热度还是居高不下 王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仅如此 他们的股份也急剧下跌 王家千金在家发了好大的脾气 他要求离婚 可赵承明是为了救王家千金才会受伤 众目睽睽下 这件事也无法抵赖 而且一旦闹大 那柳如烟打胎的事肯定也瞒不住 王家千金这时候和赵承明离婚 无疑是将自家推到风口浪尖 万一赵承明狗急跳墙 说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王家千金也只好忍下这口气 只是据说 赵承明在住院期间 王家千金连一眼都没来看过 至于柳如烟 他故意杀人的罪名是逃不掉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时候 柳如烟父母出具了他的精神诊断书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柳如烟患有狂躁抑郁性精神病 经过警方查证 这句精神病诊断书是真的 柳如烟再次被无罪释放 这件事后 我搬到姜亭家 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姜亭是老来女 她爸妈都是大学教授 并不歧视我离过婚 反而很心疼我的经历 姜亭的哥哥比我们大了一轮 看我们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她了解我的经历后 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 但她也很欣赏我 在姜家 我感受到了最温暖的爱意 我和姜亭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我看着面前朝我走过来的女孩 心里涌上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我想 这辈子 我和姜亭都会很幸福 两年后 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小丫头简直就是姜亭的缩小版 给我们稀罕的不行 女儿三岁那年 我因为工作 带着姜亭和女儿来到S市 一边工作一边游玩 我带着姜亭和女儿在商场里挑衣服 转头看见了柳如烟的父母 他们见到我 朝我打了个招呼 刚准备寒暄几句 就看见远处姜亭牵着女儿朝我走来 二老的脸色一僵 他们满脸羡慕地看向女儿和姜亭 重重地叹了口气 难难倒是我们没福气啊 回去的路上 我一直在发呆 姜亭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有心事 我将柳如烟父母说的话告诉了姜亭 柳如烟封后 孟家父母舍不得女儿 于是将她带在身边亲自照看 可柳如烟的病越来越严重 就连吃药都没什么用 情绪很容易暴躁 不是想着自杀就是忍不住动手打人 二老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 只能将人送到了精神病院 好不容易病情稳定了 可不知道又受了什么刺激 情绪变得十分激动 嘴里一直念叨着死去的那个孩子 说什么孩子还找她报仇了 在一次冲动下 用从其他病人那偷来的神 勒晕了值班护士 从天台一跃而下 等到被人找到的时候 已经去世了 姜亭听完重重地她的口气 要是当初她没有那么对你 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她突然想到什么 眼神恐惧地看向我你说 她受到的刺激 该不会是王家千金洞的手脚吧 我看了眼后座的老婆 出声安慰到 是不是王家千金干的 和我们都没有关系 别多想了 人各有命 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至于柳如烟 她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过客罢了